大家好,我是居然,今天继续我们的全黄龄二凤云再起加强版,顶级大神巅峰对决 我们来看下代这次能否拿下星哥,胜龙倩一 开场就被星哥连一套BC连 哎,蹦起来以后刚好还有一颗气,直接柴华,空中炸一下 25连之后,星哥寄予向前都进地坡走一下 哎,连去后车,八成掉地没有连住,八成跑跑过去重拳接BC 下重腿,直接被对手拖了个反身位,消风一把强抓,重手胜龙倩一 胜龙倩一,胜龙倩一,接起一个八只女,下载开启了低血反杀模式 哎,空中炸下星哥,双方血量都差不多了,看谁能抓到最后一个机会 哎,蒙了蒙了,直接中了一个下重脚,还是被下载成功反杀了 下面来看第二场,第二场看星哥,已经因为要到猴子 其实高手都是比较喜欢用猴子的 哎,胜龙倩一窥花,窥花再接星云一,没有连住 猴子现在直接起飞,八成跳赛,消风想抓 下重腿走一下,哎呀,一个香沙八神没有血了,实在是撑不住了 没能经住星哥狂妄的这个牙齿 下面来看两只猴子 也可以说是两只老鼠,反正是叫他什么的都有 轻手再摸,轻手连摸,后撤一下 哎,轻手再怼 你看双方,看谁能抓到第一个机会 哎,载子后撤 轻手再摸,前,哎,前冲,连续前冲 我们来看后撤一下,现在又开始了一阵狂刺 看谁能抓到一个反身为逆向啊 其实想抓到一个超大的连段是很不容易的 你看,大的破绽几乎没有 只要出一个小的破绽就有可能直接中超必杀 现在瞎再抓到第一波机会 三十一连扣,轻手再顶 哎,对手狂刺,下分再顶 飞翔角轻手再摸,还是不连 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中了星哥的一个超必杀 一个不胜就有可能跌落神坛啊 这个灵儿,哎,反身为飞翔角 还是把他给踩住了 下面来到下一场啊 下一场,看双方的金家帆对战猴子啊 我们来看星哥这次能否再接再列 哎,跑跑过去没有连上 猴子也只剩一滴血了 但是他的防御能力做的太棒了 现在 只能处的小破绽,大破绽是不可能有的 这个双方对战 下面来到第五场,两个金家帆 两只金家帆,来看谁的更狂 哎,在这种对手都有着超强防御能力 和超强进攻能力的时候 这个比赛,猴子要 要进入到这个 尾身了,应该进入到 跳中退进攻 双方的超强主力通通助长下方一点 你看,偷完下方快速就可以进行一个中断的打击 破蹲防的打击啊 但是对手还兵都不上当 这种套路好像对高手来说 已经是 非常这个熟练了 哎,中腿再接,轻手再摸 轻腿连一下,中腿接BC BC旋风腿,旋风腿再压 后撤一下下方轻腿 接BC旋风腿继续狂压 哎,进进方一脚踢开旋风腿 但是还是没有接上一个BC隐藏 呃,又是这样,又是这样挂掉了 大家先点一下关注我们下次